粉丝留言问我 小胡子哥 我想买第四代哈菲斯6和XN75PLUS相比 差距有多大 这辆车该如何选择 等到上市我想购买 差距还是很大的 但他俩都是更新混带多次 都是有传承的车型 都很成熟稳定 第四代的哈菲斯6在配置上 还有整体内饰设计上 要比XN75PLUS高一代 新款四代哈菲斯6 还是基于长城柠檬平台打造 车长4.7米 比老款长了50毫米 宽度和轴距尺寸 女老款保持不变 外观还是非常漂亮的 超大尺寸的进气格杉车头 非常漂亮 加上两边竖着的日行侧机灯 彰显年轻时尚运动 残其舞PLUS外观也很漂亮 年轻化 第四代哈菲斯6 最大的变化就是内饰 打开车门眼望去 内饰整体更加简洁 大方 干净 碧落 有种新内员内饰的感觉 首先 把以前的中控旋转扭换弹方式 换掉了 改为右侧方向盘下面的怀挡设计方法 以后 这就是趋势 并且 中控下方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 不仅可以多放东西 看上去还更有层次立体感 车机更换了高通销楼815的芯片 使用起来更加流畅顺创 机板也很清晰 夜间仪表使用的是10.25英寸的一个尺寸 中控匹配了14.6英寸的一个旋风屏 匹配一个9英寸的SUD抬头显示 动力上搭载长出自主运发的4B15L1.5T涡轮贼亚发动机 匹配7档实施双离合变速箱自主运发 马力180扭矩275 还有2.0T版本 型号为4N20A涡轮贼亚发动机 匹配长出自主运发的9档实施双离合变速箱 238的马力扭矩380 长终汽车的发动机的稳定性和耐用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7档变速箱也可以 9档这个就不清楚了 理论来讲 使用9档变速箱也要会降低 换挡平均性会更好 但是还要实际体验 看看长城汽车工程师调教如何 长安75也有1.5T和2.0T两个动力版本 长安自主研发的兰京涡轮贼亚发动机 质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稳定性也不错 但是马力它是有虚标的 真正传输到轮子上的动力并没有参数那么漂亮 但是也是绝对共用的 匹配爱信8AT变速箱 属于横置里面最好的变速箱 要比哈佛的S6的双离合变速箱要更好 更稳定 它俩底盘都是前半复兴 后面是双重重强的钢板独立寻家 仰角是铝合金材子的 但是长城底盘功率要好于长安的底盘 更加扎实 支撑性会更好 特别是跑高速长途 底盘的质感会更好 而且使用多年以后 它底盘整体的一个质感 功能性要好于长安球plus的一个底盘 那么内饰的空间来讲呢 也是哈佛S6更加优秀一些 所以说这辆款车呢 都不错 都是它俩车企的各自的主销车型 那么斯多万的SUV 可以说这俩是性价比最高的 花小钱笨大事 就肯定是比同价位核值车 减充机SUV要好很多 它们这个价位只能买到小型的 所以说这辆款车呢 你去哪一个你都不会后悔的 我建议呢 还是你等一等新款的 哈佛S6确实是更好一些 有新的就不买旧的 是不是 当然你要看好这个变成箱呢 肯定是长安球的安心8AT 更加好一些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